美國被說可能會在大陸辦喜事時 也就是舉辦冬奧時故意搞破壞嗎 但是在南海的時候 想要對中國大陸軍事恫嚇 卻出糗了 也就是F-35C的戰機 居然在南海試圖要降落的時候 發生的事故造成7個人受傷 墜到了南海裡面 您覺得美國是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聚焦這個價值1億美元 事故的模擬畫面曝光了 這是英國媒體它所發布的 F-35墜海模擬的畫面 當地時間是25號的時候 美國第七艦隊有發表聲明說 這一架F-35C的戰機 在南海試圖要墜落卡爾文森號的時候 結果發生了事故 就像這樣子 先是撞上了飛行的甲板 結果就這樣子墜入到了南海當中 F-35C的隱形戰機價值多少 1億美元就這樣沒了 它是具備先進的航電系統的五代機 美國太平洋艦隊曾經有說 這起事故造成7個人受傷 傷者包括一名是飛行員 他在彈射出艙之後 其實被救出了水面 F-35墜落南海 現在美國可是這樣超級緊張的 第七艦隊的發言人 我們看到藍斧特他沒有提供到底要怎麼撈回 F-35C的任何detail的訊息 分析指出來說 如果可能的話 對於美國海軍來說 撈回F-35C 極可能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務 無論這一架戰機是大致保持良好 還是已經破裂了 都很有可能成為外國情資的戰利品 要是他墜海時傷勢不重 那更要擔心了 美國很擔心說 譬如說會不會是大陸撈取了 這一架F-35C的戰機 另外俄羅斯也擁有能夠從事 特殊任務的潛艦 在水面來進行相關的一個撈索 而且其實他們不但能夠從事深海的打撈 還能執行水下的間諜任務 美國現在正在全力打撈這一架戰鬥機 防止重要的情報可能會外洩 甚至還有軍事專家在討論說 美國會不會發射魚雷來炸掉它 事實上F-35出事非常的頻繁 大家聽到好多了 從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看到當時還有影片出來 一架英國F-35B B 記住是B 從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航母起飛的時候失敗了 墜落到東地中海的時候 也引發英國很大的擔憂 就是趕快說你美國幫助我打撈 結果美國真的很糗 那來看到美國還有英國 通通都有F-35墜落的事情 大陸專家就說 美國你派航母艦機 頻頻的挑釁 三月的時候光三個月 就出現了三起重大的事故 美國你戰機想在南海嗅肌肉 反而是拉傷了自己 短短三個月 譬如說F-35系列的ABC 三個型號接連出事 那首先就是2021年11月 一架F-35B的戰機 就是從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這件事情墜入了地中海 接著來看到就是今年1月初的時候 因韓國空軍所屬的另外一架F-35A 在訓練飛行的時候起落架失靈了 不得不用肌腹來著陸 造成的戰機幾乎都是毀損的 這次輪到F-35C 也出現了重大事故 所以大陸的海軍的研究員 來看張軍社老師 他說這個F-35C的戰機發生事故 就是你美軍在瘦肌肉 結果肌肉反而被拉傷了典型表現 他說美國戰機在西太平洋 頻頻發生事故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美國長年累月 高頻繁的派出艦艇 飛機在耀武揚威 而且在滋事 使得你美國人員精神是高度緊張的 身心俱疲 發生事故難免 而且最近幾年 美國巡洋艦以及驅逐艦 持續在亞太發生碰撞事故 在去年的時候 10月的時候 美國核動力潛艇康乃迪克號 不是也在南海 發生了嚴重的撞擊事件嗎 張軍社就說 美國你應該要停止 派出艦機四處的挑釁滋事 那停止危害別國主權安全的行徑 不然的話 你這個事故恐怕只會多 不會減少 另外大陸軍事專家 魏東旭老師他也說 卡爾文森號 你本來想在南海耍大刀 結果大刀砍到了自己球了吧 他還說 作為美國當今最先進的 隱形艦載機 F-35C 在演練過程當中 直接砸到了航母甲板上 造成七個人受傷 這說明 雖然美國 企圖在大陸周邊的區域 耀武揚威 但是你自身的實力還是太弱了 F-35C沒有達到 很可靠的作戰狀態 玩砸了 其中有兩個可能原因 他說 第一個可能是 艦載機的飛行員 對於這個機型 可能還不太熟悉 那有可能會不會是因為 飛機本身的可靠性 也有問題呢 比如說穩定性 也有存在問題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美國想要在航母上大規模使用F-35C 不僅沒有辦法有效的威責到對手 可能還會讓自己受傷 實際上F-35C問世以來 已經不只是一次爆發有明顯的缺陷了 這一次事故 只不過就是因為 美國之前軍方高調的在南海 秀肌肉 自己公布的照片 影片 視頻等等的 受到國際廣泛的關注 而且引發了熱議 CNN其實有特別來提到說 最近幾年呢 其實F-35至少捲入另外怎麼樣 另外八起的事故 包括來看到是2020年5月的時候 美國空軍有一架F-35的戰機 其實是在佛羅里達的埃格林空軍基地 結果著陸時墜毀了 2019年4月 日本有一架F-35墜毀在了 日本北部附近的太平洋上 導致飛行員還因此喪命了 去年早些時候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 美國審計跟檢查辦公室 其實有發布一份報告顯示 截至2020年的11月 所有F-35缺陷的數量 達到了872個 另外韓國其實有SBS的電視台 它有說 之前在韓國發生的F-35的事件 它就凸顯出 該款的戰機 有著史無前例的重大缺陷 報導質疑 相對於 每架超過一千億韓元的價格 F-35戰機真的太不鳴符起始了吧 另外看到是美國無法同時跟中俄對戰 但是拜登又被說 需要烏克蘭的衝突 挽救自己的第一名民調嗎 來看到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火一觸即發 烏國民眾感受當然是特別緊張 也開始備戰了 上千的平民自願入伍 年輕男女在森林當中學習戰鬥技能 在曾經發生過核災的車諾比 烏克蘭也派兵陣首 十萬俄羅斯大軍集結邊境 還有坦克跟導彈系統蓄勢待發 對此烏克蘭民眾繃緊神經 有人早早就把車子油箱加滿 以便跑路 有人開始教孩子用手槍 準備隨時面對戰爭 我認為這件事是最好的 例如說 因為我們是美國 他們會怕更多 他們會明白我們是共產黨 而這件事會更加強迫於我們的習慣 媒體報導 烏克蘭上千名平民自願入伍 接受軍事訓練 其中不乏年輕男女 包括21歲的女大生 穿上裝備 在森林中學習基本戰鬥技能 烏克蘭軍隊又有21.5萬兵力 遠遠不如俄軍的壓倒性優勢 這也激勵年輕人想上戰場保衛家園 目前美國政府已經下令 8500名美軍提升戰備 準備部署歐洲 增強北約部隊行動 我早前提醒 早前提醒 布典 如果他進入 英國 那會有嚴重的影響 包括 有嚴重的經濟破壞 你會否認識自己 個人的破壞他 如果他進入英國 是的 你會嗎 我會看到 克林姆林共批評美國的動作 讓緊張歧視升溫 而美國總統拜登更表示 如果俄羅斯入侵將考慮直接制裁俄國總統普丁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科比 在當地時間24號表示 五角大廈已經預備8500名的美軍 隨時進入東歐 對於這個決定 白宮發言沙奇也重申 拜登其實從來都沒有意圖要派兵到烏克蘭 所以怎樣 又要把烏克蘭出賣了嗎 因為沙奇說 此舉只是為了協防北約的安全 意思就是 我給烏克蘭很多很多的武器 但是美國跟英國看起來 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絕對不會出兵 所以才會說 你武裝烏克蘭 不過卻讓烏克蘭要面臨所謂 代理人之爭嗎 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看過 包括100,000人的武器 在海外 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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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暴力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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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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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國跟英國都表明 不會出乒乓烏克蘭 這讓喜劇演員出身的 抗惡立場鮮明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好尷尬 連忙出面表示 烏克蘭政府已經在試圖解決這個情勢 呼籲民眾不要驚慌 但他的喊話有多大用處 也被打上大問號 美國是不是沒有招了呢 用來用去都是那幾招 來看到烏克蘭局勢剑拔弄張 美國準備要對俄羅斯出手 還要對付華為的那一套 說針對俄羅斯 其實美國計畫要卡住晶片 也是晶片供應的方式 破壞俄羅斯的民用航空 跟航太等等的戰略產業 形成了威責的作用 還說如果普丁決定入侵烏克蘭的話 拜登政府將會用所謂出口規則 切斷俄羅斯跟全球電子供應商的聯繫 達到阻斷工業關鍵零件的供應 此外呢 美國政府可能還會擴大相關的管制措施 譬如說是關於俄羅斯公民 很難買到部分智慧性手機